大家好,我是郭彬秀山 要战胜市场 首先要了解市场的众生 市场是合力的 而合之力的不是机械 是活生生的人 市场中最多的就是糊涂蛋 赚钱了不知道为什么 亏钱了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变成青蛙了 也会说 井上面的天空好大 好复杂 怎么去处理 哪里有拐杖等等 现在表达的一个事就属于 不破无名涌舵轮回 亏损的根源 在我看来 在尝试看来 其实是五支 好 几乎绝大多数人进市场来的 根本不知道市场是什么 然后就不断投入 最后有些梳红眼 砸锅卖铁又进来了 对于市场 本ID有一个观点 大概有点过分 但确实是对的 市场就是要零投入去赚钱 其实这个观点的话 我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理解 其实呢 它是一种境界 也是一种追求 什么意思呢 大家思想一下股市当中 股市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 财富是不断流动的 但是呢 绝大部分人 80%的人负责什么呢 负责提供资金 10%不到的人干嘛呢 负责最终占有资金 那么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成为占有的 成为你的替换机 最终的话呢 其实做到极致 不管说你是用什么方法 一定会体现这样的一句话 大家思想一下 真真真正除了散户 再用自己的血汗钱 在股市当中去进行交易 那么像私募 像大型的公募 或者上一些机构 其实更多的人用的是什么呢 例如说像公募基金 是基金经理用公募基金的资金 来进行布局股票 但是这些股票呢 是老百姓的学汗钱 他并不是用自己的 成一降工程万股库 行情好的时候呢 也能赚钱 行情不好的时候 亏的甚至比也是血淋淋的 而且呢 但凡有所成就的 那么呢 人家在市场当中取得盈利 本金早就提取不知道 提取多少次了 也就是说呢 不断的从市场中取钱 取钱取钱 但是呢 前景象有繁殖能力 要越取越多 而绝大部分人 普通散户 不断的往股市里面去存钱 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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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存越少 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后面呢 会有细讲 当然不是这篇文章 是后面的产生当中 有一个零成本交易的一种视角 好 那么我们继续的往下面去看 这里面呢 有一个核心的观念 这个观念的话呢 它对于很多估计来讲 它是一个误区 就那只 就那只要 你有稳定的技术和操作 初始投入多少 根本不重要 这一点呢 相信很多朋友 都可能都不是这样想的 就算你只有一万元 十次翻倍 操作后 也就一千万了 这个十次翻倍的话呢 它是福利效应 而即使你开始有一千万 十次连续的这种亏损 连续的腰斩 最后呢 你也没剩也剩不下多少了 问题不再不是投入了多少 而是技术与操作 所有把市场当赌场的最终命运只能是悲惨的 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也是这一种心得 就是呢 这里面提出一个核心的观念 这个观念的话呢 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就是呢 你初始投入的资金 都投入资金的多少 根本不重要 大家试想一下啊 就是为什么自己 就是尤其是很多粉丝朋友 很多国有 为什么自己总是管不住手 为什么自己总是重伤满伤 其实呢 盈亏通源 想明白了 因为这一点呢 对对修缠来讲 其实感触真的颇深 颇深在什么地方呢 很多人都是忙着赚钱 忙着去交易 忙着去复仇 或者是什么叫复仇呢 我前面亏了 后面我就非常着急的 想要赚回来 然后的话呢 想到一行情来了 结果呢 自己的本金太少 怎么能赚钱呢 赚钱赚的太少了 就是哪怕一天 吃的一个掌定板 都不够都不过瘾 然后呢就始于 非常焦躁 非常急躁的 想要去赚钱 想要去交易 当然了不同的阶段啊 如果说是年龄比较大一点呢 可能是有的朋友 有的朋友呢 也会有一种心境 就是自己也不缺钱 在别的地方呢 也是特别的成功的 在股市当中呢 只是想赢一把 或者是想要不甘心 赚多赚少 可能对自己 真的只是少数人啊 可能不重要了 但是呢 就是属于 怎么说呢 讲到这一块呢 阐释的一个视角 就属于呢 真真真真正正 非常着急的 或者是当中重中之重的 不是投入资金多少 不是眼下赚不赚钱 而是呢 自己有没有 就形成稳定的技术 和操作 只要就是啊 在市场取利的核心 取利的法门 不管说是用残论 残论买卖点 财论交易法也好 交易体系也好 还是说你有没有掌握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就是一定是靠一定的方法 只一部分资金 加方法 加时间 最终的一个结局 是 财富的暴增 资金 再多 方法不够 或者方法是 方法和能力不行 那么呢 加上时间 最终的话呢 从1000万到100万 从100万到10万 从10万的话呢 可能连库查都不剩了 其实直接想想是这个道理啊 真的这个道理 那么想要 在股市当中想要实现负利 是真的对一个人的这种要求 是极高极高的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那么讲到这一块呢 对应的 对于市场上的众生 这是蚕食给的第一忠告就是 把你的第一笔钱运作好 然后把本拿走 最后 把这利润变成巨大的数字 这才是市场中的真正操作 这一句话呢 说的好简单的 而且的话呢 好经典 但是呢 做起来 他需要什么呢 需要有一定的 觉悟在里面 把你的第一笔钱运作好 然后呢 把本拿走 首先呢 这里面他提到一个 就是他可以延伸 延伸什么呢 因为对于粉丝朋友来讲 对于听众来讲 不同的人股灵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有的呢 是属于老股民了 有的呢 是属于几近几出 几近牛熊 也有呢 是属于可能在今年 在去年 或者在近期新入市的 那么什么意思呢 把第一笔钱 他这里面提出的一个视觉 就是不要把你投入股市的钱 无限的提高 就是呢 我们要知道 在市场当中进行成长 它是需要一定的代价的 尽可能把它代价空的足够小 所使进入市场 或者是当你的水平一般般 那么呢 用更小的代价去获利 获得更多的成功的方法 或者是好的一些经验 好的一些习惯 当方法 经验 习惯养成的手 那么呢 把走一步行情 赶上一步行情 有所盈利 把本拿走 然后呢 利润在里面 通过执行 反复的去 用一套成熟的方法 变成最大的缩质 市场上真正的成功 是以十年为单位的 无论你开始有多少钱 十年都足以 让你变成一个足够大的台阶 好 那么这个零投入的话呢 真真真正实现 这里面的话呢 它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其实想到这个地方 大家有多少朋友是属于 有多少股友是属于 从你入市到现在 除了一些极端的情况 就是可能 遇到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了 或者是什么阶段 迫切需要用钱 其实绝大部分股友的话呢 是属于源源不断的工资呀 年终奖呀 或者是一些积蓄呀 不断的往股市里面去投入 往账户里面去投入 结果像账户呢 就像无力动一当 越投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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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没取过 中途即便赚过钱的话呢 可能你没有及时的 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那么这里面的又经典 重点又来了 绝大多少人 因为贪婪而不断投入 又因为恐惧而落荒而逃 但市场进来一次 几乎就很难再离开了 落荒而逃的最终 都是在高潮中又被忽悠进来 最终还是青蛙给阻了 这种事情难道少见吗 虽然说呢 他是在2008年1月份更新的文章 但是现在看来也是依旧经典 还有不少的以评价别人为事情 市场中唯一的评价就是你的操作 有那时间练习一下操作吧 这在这市场中人干的事情 市场不是选秀场 别把自己当成超男超女 或者是他们的粉丝 市场里是刀和鞋 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 市场是残酷的 而且的话呢 这里面 他虽然说是这种现象 绝大多少人 因为贪婪而不断投入 又因为恐惧而落荒而逃 市场进来一次就很难离开 落荒而逃的最终 都是在高潮中又被忽悠进来 最终还是被阻了 还是被收割了 那么怎么去破 就是自己怎么能够不成为这样的人 那么呢他给出一个观点 这也是点题的 市场中唯一需要考虑的 就是对操作水平的提高 这是一切的根本 别人最多是你的陪练 好 那么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给大家其实前面也提到过 那么今天呢再一次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 什么态度呢 修权虽然说每天在进行分享 不管是对于板块 对于个股的一个技术运用视角 还是说对于禅论相关的禅文 还是前面的一些禅论技巧 其实呢至少50%以上 本身呢自己也是 其实这也是自己在提高 或者在修行的一种方式而已 就是有人听没人听 自己既然说这样做了 我做这个事情对自己来讲 它就是一种相当于 重新重温一下经典 重温一下课程 同时的话呢 自己也是进入这样的一个思考 或者是总结 或者是提炼 或者是一种思考的过程 只不过呢 能够更多的朋友 形成一种共鸣 有这样的互动 有朋友欣赏 有朋友能够提出一些 非常有质量的 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呢也能给 引起自己更多的一种思考 更快的一种进步 修权的话呢 还是一种学生的一种姿态 或者一种修行的 修行中的这种姿态 来进行再官复参文 好 那么呢市场中唯一要考虑的 就是对操作水平的提高 这是一切的根本 别人最多是你的陪练 当然有陪练 比自己 闷着头去钻研 还是要好得多 而且咱们在前面的视频当中 有一个合集就是专门是 像残论案例分析的 其实呢如果说对残论有一定的 技术基础的 那么观察一下残论案例分析 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学习素材 学习理论一定要彻底穷源 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去升级 功夫是要磨出来的 用你的第一笔钱 一笔绝对不影响你生活的钱 创造一个操作的故事 这就是市场的操作者 而操作的层次很多 这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 把技术弄好了你可以不断前行 市场的机会无穷 坐一次电梯不怕 关键是电梯之后 你不能再电梯修炼自己 思想中生存别无他法 不断的修炼自己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 给他做一个 也是一个交流 什么交流呢 技术合用 这里面的话呢 我想修材呢 只是做一个交流 不和任何人去争面 因为有的朋友呢 认为技术是没用呢 为什么呢 行情好的时候 你闭着眼睛买也能赚钱 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技术怎么去看 他也赚不了钱 就是在熊市的时候 极端的时候 技术有什么用呢 该跌还是跌 那么大好的市场的时候 那么呢 谁还学技术呢 都想到买股票呢 买肉就赚买肉就赚 但是环境变了 这个环境变了是什么呢 技术的用处核心在于分类 其次的话是什么呢 技术它实际上 更多的是一种工具 是你发现市场 观察市场 进退的章法 以及呢 判断等等 它是一种分类和工具 我认为呢 工具它的用途有大有小 取决于人 而技术本身是无辜的 我认为技术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呢 它不是万能的 就像交通规则 它不能交通规则本身 它不能保障 不出交通速度 出交通速度的 不是因为交通规则没有用 而是因为人没有遵循相应的交通规则 或者酒驾也好 或者说是自己大爷也好 或者是呢 像一些新手 哎 踩刹车 把油门当成刹车去踩了 这些呢 好像看上去好像一目了然 或者是常识性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 当成笑话去聊的东西啊 但是在股市当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明知道市场有风险啊 或者是呢出现一些紧致的 但是呢 有意注意 就是呢 人的从 从某层某种层面来讲 绝大部分人更愿意听自己爱听的声音 更注意更观察自己渴望观察的东西 而不是真相本身 那么市场当中风险也好 机会也好 其实呢很多时候它是不同的一个视角 不同的呈现在每一个人的眼前直播呢 你未必看得到 就像什么 就像同样的一个视频教程 或同样的一个内容 不同的人他听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虽然说讲的内容是一样的 就是你注意点 你注意的你注意的点不一样 你注意的点是取决于你的内心需要 或者是你的 状态的 所以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我 其实也是 这是自己的一种态度 我对我对技术的一个判断 或者对技术的一个态度 技术什么呢 不管是 例如说就拿一百四十年均线来讲 一百四十年均线是非常客观公正的 个股在一百四十年均线上方 还在一百四十年均下方 一目了然 非常清晰 他给你做一个完全分类 一目了然 还在一百四十年均线的位置呢 进行徘徊 而但是运用是主观的 运用是体现在一个人的艺术层面的 或者是 其实他真正的交易 他实际上是一种艺术 带有一定的艺术层面的东西 技术的是科学 就是他是一种客观的分类 现在形象 但是你怎么运用呢 一百四十年均线下方的股票我不做 但是依然有人干嘛呢 我会看军线 我也知道他一百四十年均下方 或是有的朋友是年线半年线 但是当破了之后 你该买还是买 或者该扛还是扛 该加仓还是加仓 那么你 因为你没有按照一定的方法去操作 你然后去否定这个方法 否定这个技术本身 这个技术 如果说是个人的话 他得比斗额都冤 不是表达什么 技术他不是万能的 但是他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有 他的用途取 他的用途是大是小 是正向的 他的反向的取决于用他的人 不过这样讲 大家能不能就是 当然了不需要所有人去认同啊 只是表达一种声音 也是一种有感而发 就是呢 加强技术的一个 学习和掌握 教育完 完成性 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 提高自身的一种运用能力 自己的驾驭能力 这个驾驭能力的话呢 按照一定的章法进出 常有管理 风控 有这样的体系化的东西 那么呢在掌握一定的技术 而且这样技术不断的成熟 那么必然是事半功倍 这才是今天要讲的 那么这里面呢 他有个点题就是修炼自己 市场中生存 修炼自己 别有他法 唯一需要考虑的 就是对操作水平的提高 这是一切的根本 别人最多是你的培炼 那么 怎么才能够提高出的水平 怎么才是真正的修炼自己呢 它是一个全面的东西 它不是说我多掌握一个技法 就是一个修炼自己了 这里面的话呢 视野层面的 也就是没有没有 就是没有足够的视野 没有见多识管哪来的格局呢 这是一个视角 就让心态层面的 风控层面的 技术方法层面的 以及呢对技术方法的这种 不知不扣的 知行和运用层面的 就它是一个全方位的 这个全方位的话呢 最终所谓提高自己的操作水平 它不是 就是它是一个全面化的一种体现 所以说呢 最终 再点题就是呢 修炼自己 战胜市场 了解市场 而且的话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保持一种心态 静坐 独私几步 闲谈 没论人非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和点赞 行情好 那么呢 行情不好 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 对于一个日爱股市的人来说 对一个日中于交易 或者是不断的想提高自己的人来说 任何一根开线 它都是非常珍贵的 它是千军万马 搏杀出来的结果 而我们 坐在电脑旁边 或者说呢 观察开线 观察复盘 或者是进行修行的时候 或者进行复盘的时候 它既是一种风景 它也是一种素材 它更是难能可贵的一种经历 没有任何一天 是值得你荒废的 好 再见